公司的創新的流程 我觉得它已经在准备很多 五年十年后的东西 但是我们现在才 大家在讲 我不知道我们的企业是不是 很后知后觉 现在才在跟上 这种所谓的穿戴式科技 我想从这一点来讲 就是说别人的创新 投入了很多的资源 其实他们都在想五年十年后 那我们在想五年十年后的事情 这都是我比较关心的 一个企业 一个产业 能不能成功能不能进步 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 所以说创新真的是 是要把不可能变为可能 说到这个创新 刚才看到这种手机的安全气囊 大家觉得可能还需要 再更实用一点 不过接下来这技术 我觉得蛮酷还蛮实用的 这个Apple的一个APP 你使用这个APP之后 你看像我这张纸 我还双面影的印了出来 这边有一个键盘有没有 它这里有一个虚线的区块 它是做什么的呢 你就拿一张纸 把这个键盘印出来之后 放在桌上 然后拿起你的iPhone 把iPhone放在这个 虚线的区块里头 就可以打字了 好厉害 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这段影片 用iPhone打字 却老是觉得荧幕不够大 触控是键盘容易按错吗 很多人都遇过这种状况 苹果最新推出的 Paper Keyboard APP 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想要拥有方便的打字键盘 步骤很简单 只要从手机上下载APP 接着练印出键盘的PDF档 接着把手机拿出来 放在纸上指定的位置 试试看 安装完成就可以开始玩打字游戏 灵敏的键盘让打字速度瞬间加倍 使用完游戏免费 但如果想要无限打字 得花三块美金 大约台币九十块钱 购买正式的升级版 像纸键盘这样的新科技 让需要文书处理的上班族 工作生活都更省事便利 蛮厉害的 我们其实自己有下载刷来玩看看 其实还蛮敏感的 的确就是你马上按到就按键 它马上就有所感应 不过更酷炫的 接下来iPhone想要做什么呢 我们来看 美国专利局在最近给了苹果 一个新的专利 可以大量来生产弯曲荧幕 所以市场上在传 在明年是不是真的会看到 所谓的弯曲曲面iPhone 甚至有媒体还下一个标题 说这未来不只是弯曲 还有波浪 感觉起来非常的软Q 这样就带我们看一下 接下来高阶的这种智慧型手机 它的亮点就在弯曲荧幕吗 我想先给大家一个概念 就是说这个手机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组合机器人 也就是说今天刚才宏文兄也提到说 其实各大厂他们都在布局 布局我们的确是可以从专利那个角度去看 我先给各位一个概念 从亮的角度来看 就是说其实三星已经超过Apple 三星现在平时每个月它去布局的专利大概是1200件 苹果呢大概只有它的六分之一到七分之一 不管是in application 就是申请中或者是granted已经拿到的 都是差不多是1比6这样的数量 那1200件这刚好是所有整个台湾 它所有的个人法人公司去申请的总量 所以 它三星一家公司 一家公司 对 等于 可以看一下这张图 就是说主持人刚才问到说 像那种弯曲 到底好问题是说 曲面智慧器到底是不是势不可挡 因为在曲面的过程当中 其实有一个非常大的好处是说 它的确在反射上面呢 比较是没有那么 比较不会反光 对 比较不会反光 对 比较不会反光 比较不会反光 那再者呢 我们看到其实 这边有三星的这个Galaxy Run 跟这个LG的G Flex 这两支手机 这都已经开卖了 那左边这一支呢 其实这卖1000多块美金了 那现在每个月大概 坦白讲大概只卖个两三百台 1000多块算是非常贵的 非常贵的 所以我想做论和声音就是 你要量还是你要价 它卖那么高的规格 它也不是很期待说 它可以卖很高的这个量 那右边这一支G Flex呢 它跟左边这一支 其实不太一样 一个是左右弯 一个是上下弯 那请各位观众 你觉得左右弯好 还是上下弯好 那有些很多人就说 网络上很多人就说 上下弯比较好 因为你讲话嘛 比如贴近你脸这个弧度 所以这个东西 可是这个东西之后我想 大家在思考一件事情 其实它有三部曲 第一部曲呢 是先可以挠可以弯 这一部分 其实大部分业者的看法是 这部分的价值 对消费者的价值 其实不是那么高 在这部分我们想先提一个 叫做 所谓的规格的这个 边际效应饱和的概念 我先问一个问题好了 请问4K 2K 对于诸位来讲 在手机上面有没有意义 可能没有意义 我们的摇头没有意义 那请问128G的记忆体 甚至Double的记忆体 对你有没有意义 记忆体我觉得还是有 有 所以这逻辑就来了 就是说有一些规格 你去加强它 你可能可以卖更高的价格 有一些规格 你去加强它 它是没有用的 所以这是我们刚才讲的 这个规格边际效应饱和的道理 所以逻辑就来了 所以我们从今年 从2013年开始 我们看到什么防水技术 什么眼球控制技术 有很多东西 它都是nice to have的事情 那到底什么规格 才能够变成说 像贾伯斯在07年代 才能够告诉你说 This is revolution 这个触控 甚至我们回到三星 2011年的时候 三星是nothing 为什么2012年的时候 它就可以翻身 变成全球 我刚才看那张图 全球第一名呢 最关键事情 它就是把AMOLED 把它弄出来了 可是我们如果说 过去这两个 Apple跟三星 影响整个手机这个产业的 这两个大佬 他们最关键这两件事 刚才讲的Apple的触控 三星的AMOLED 我想跟大家报告一下 这两个东西 他们最后都是用买的 Apple是2005年它买的 那我们知道三星 他投了大概七八年AMOLED 做不出来 投了几百亿 做不出来 最后怎么 他总买了一家 美国Paintel的技术 才把这个AMOLED做出来 所以 这个事情就是说 你这个东西 我想说创新 它的确做Pioner 就有Pioner cost 但一旦成功了 你也能够 Gain到很大的Revenue 所以我们应该 去思考一件事情是说 我们怎么用关键的 台湾的少数来做 去找到这样里面的 关键技术来做这样的 未来这样的布局 所以我觉得 从现在各个手机的 创新的角度 有的没有的 折的 那些技术其实还多年 就谈到 所谓的LCD或OLED 它可以做圍绕型的 做曲面的 其实谈了很久了 这些手机 几乎一个一个的出来的 你看不到太多的实用 但是你看得到的是 一些技术的狂热 那这些技术的狂热 会不会跨越到鸿沟 主要的看 它有没有再出 一个实用的效果 但是我觉得 台湾的手机业者 现在如果要堵到 技术缺口去创新的话 已经来不及了 就像刚刚我们所说的 有很多的专利 它可能在2007年 2008年就布局好了 而且整个专利的布局 是非常花钱的一件事情 但是我觉得台湾厉害的是 在行销跟走市场 但是我们忘掉了 还有一种创新 在整个的创新的思考过程中 这种市场的缺口 我们应该台湾 赶快去卡位 在市场的缺口里头 去做技术缺口的创新 我觉得在三五年之后 台湾在手机市场上 可以占有一席之地 那些弯曲的 什么折叠的 双面的 就让给那些大手去做 但是 我觉得很多 很多东西 大家不做的东西 就产生了机会 你知道吗 所以我们要把握像这样的结局了 没错没错 今天这样 谢谢三位来宾也感谢收看 晚安 我们再会儿 现在会您播放的是 十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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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年